红旗专车抵达会场 媒体大阵仗在一旁等待 美国总统拜登在大门口迎接 习近平坐车弯向红毯时 还差点撞击到美国一队队员 所幸他事实后退化结这场意外 媒体戏称这是在下马威 拜习会结束之后 拜登在庄园门口送习近平 注意到他的车脱口称赞 这车好漂亮啊 我们红旗车 国产白白 习近平还让拜登探头看看 里面长什么样子 第一次来美国的红旗专车 风光地在路上奔驰 阵仗之大 几乎可以跟拜登的野兽车队相比 还有人认为规格似乎更胜一筹 红旗市在1959年问世 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乘用车品牌 根据此前曝光的信息上来看 红旗N701年产量仅有五辆 足可见它的珍贵 就连劳斯莱斯幻影都没法比 至于售价方面 截至目前还没有曝光 看到这样的大阵仗 网友拿了红旗车 与拜登的座驾做相比 习近平的红旗N701 又被称作中国版野兽 年产仅有五辆 也被叫做劳斯莱斯的山寨版 号称防弹防炮 且有专门车厂工人及生产线 而拜登的野兽 车型为凯迪拉克一号 造价4650万台币 有9公顿这么重 它的车身是用高密度钢板 且使用卡车底盘 车窗更有12公分厚 也能够防弹防炮 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座车 主要目的是要确保领导人的安全 不过还是要小心再小心 就有眼间的媒体发现 红旗N701在九金山出现时 外观还先用黑布遮掩 网友指出可能是要防止 有人辨识出车牌和车子的型号 故意搞破坏 让习近平颜面无光 董事宣言国际中心中的报道